可回到香港 彤彤的危机却仍在继续 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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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你伤了你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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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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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不乖 姐姐不乖 你的依捕你… 依捕你… 依捕你… 她看 依捕… 依捕… 來了… 妹妹哭了 妹妹哭 你搶她的東西當然了 不哭 不哭 沒事 妹妹哭了 沒事 媽媽在這裡 握手… 握手 握手 你跟姐姐握手 握手沒事… 我喝醋了 是不是 握手 不哭… 不哭… 你又要過來嗎? 不哭… 你又要過來嗎? 不哭… 不哭… 媽媽… 想媽媽是嗎? 找媽媽了 她要找媽媽 找媽媽 找媽媽 媽媽 抱媽媽 抱媽媽 不怕… 六個月以後 到一歲之間 這個階段就已經開始清晰地認得 哪些是我的家人 是我的 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的爺爺奶奶 只能抱我 這種現象呢 我們中國人把它叫做氣懷 其實這個階段是人類一直都有的 它也是我們人類嫉妒心裡 最早的一個萌芽和發展的過程 這種現象會一直持續到大概兩歲多 都是這樣的 家長要注意到這個情況 盡量避免這種現象 讓孩子覺得 好像我的爸媽媽或者我的親人不要我了 可能有些家長也會說 那會不會把我們的孩子培養得更毒 其實不會 因為在這個年段 孩子的認知水平 僅僅停留在這個階段 可以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好了 嗯 你看你搶人家東西弄固 有家長的陪伴 姐妹倆之間的一點小情緒 很快就平復了下來 孩子們的注意力 馬上就被其他東西所吸引 我去拿 你去拿 你去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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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吃吃嗎 媽媽弄給你吃好不好 是啊 你是不是想吃 是不是想吃啊 媽媽開給你好不好 媽媽開給你好不好 來 很愛吃東西 好吃是嗎 很棒 我們總共第一次吃好開心 給媽媽好不好 給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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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媽媽吃 給媽媽吃… 不, 給媽媽 你給媽媽吃吧 這塊給媽媽吃, 給媽媽吃 媽媽吃好嗎… 媽媽吃, 媽媽吃好不好… 媽媽吃好不好… 你要吃是嗎 他心裡想, 我都不給我吃 還要分給你了 給他吃, 給他吃好嗎… 給他吃好, 給他 騙人的… 看…你坐, 你坐在這裡 你站在這裡, 你站在這裡 你還要是不是… 站在這裡, 等一會兒 站在這裡, 對… 媽媽拿, 好嗎? 站好, 站好媽媽拿, 站好 你還要是不是 還要是不是 來, 站好 是不是要… 你說,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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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禮上往來, 洪欣帶著彤彤出門 讓她親自挑選一塊蛋糕 作為回禮, 贈送給妹妹 好了, 到了 你要上面那個, 這裡吧 你看這裡有好多好多蛋糕 你看你喜歡哪一個 苦工麵包, 你喜歡吃什麼 你買什麼東西給小童童吃啊 你要這個啊, 你想吃這個啊 你想吃這個啊 一會兒回去就可以吃了 哈囉 我們回來了 兩位母親坐到一塊兒 話題的中心當然離不開各自的孩子 很小吃 很小吃蛋糕 我女兒很愛吃蛋糕的 對 她最喜歡 第一次啊 看來她好像很喜歡喔 我女兒呢 現在可能大一點好一點 現在見到陌生人開始不會哭了 但是她剛見到的時候 前十幾分鐘她都會很哭 就是很…沒什麼反應 也是這樣嗎 她也是用…就比較慢熱 對 那看了她們兩個都是比較慢熱 對啊 我帶她去那個小公園裡面 很多小孩 她一進去她就很害怕 她就這樣做著不敢動 她不會, 她一直追 是嗎 那她看了後面 要跟人家玩 人家都不跟她玩 是嗎, 她不會 她不跟他們玩 去到那個公園 她就不跟小孩子玩了 但是我看她今天還好喔 可能一對力會好一點 上次她很小的時候 我們還沒到一歲的時候 我們去廈門 哇, 她看到所有人都哭了 哭了幾天啊 哭了聲音都沙咬了 初生哭的最多 都就是那幾天了 但現在進步了好多 反而我還以為今天 她看你們來會不會哭呢 看來還挺進步的沒有 可能再玩多幾次 她就會懂得跟她們 她就懂得鬥通啊 或是互動了 孩子的每一點成長 都是獻給母親最棒的禮物 正如洪欣所說 彤彤已經長大 不再是那個只會躲在媽媽 懷裡的愛哭鬼 而她之後的每一步成長 都將給洪欣 給這個家庭 帶來更多的驚喜 謝謝